溥仪一生委屈求全,死前壮起胆子提了个要求。 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非常具有戏剧性,他三岁被抱到宫里,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大清的末世之君,等到溥仪长大成人之时,大清早就灭亡了。 溥仪后来回忆,自己恍惚记得一个胖老头跪在龙玉派后面前,使劲地抽气,又重重地磕了几个头,于是大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亡国了。 龙玉派后的一个决定也改变了溥仪一生的命运,溥仪退位之后,一大批乙老乙嫂们自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荣华富贵,于是就纷纷准备复毙。 溥仪的师父们无时无刻不在溥仪耳边,念叨著大清的康乾盛世以及乱党的罪孽深重,这使得溥仪年纪轻轻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。 溥仪长大之后,一心想要恢复祖业,为了复辟他不惜投靠日本人,希望挤住日本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。 1925年,冯玉祥兵发北京,将溥仪及王公大臣全部赶出了紫禁城,溥仪无处可去,又心急如焚,不知何去何从。 此时日本关东军及时出现在了溥仪的身边,极力拉拢溥仪,许诺只要溥仪能够去东北,便可以继续当皇帝。 溥仪虽然心动,但是却始终拿不定主意,因为此时的以老大臣分为两派,一派以正孝须为首,劝阻溥仪去东北图谋恢复,而另一派则以溥仪的师父陈宝琛为首,坚决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,认为此去无异于洋入虎口。 但此时的溥仪已经被自己的皇帝梦冲昏了头脑,便不顾一切反对,去了日本。 让溥仪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等待自己的是一系列噩梦,在东北的这几年里,溥仪的人生彻底陷入了万丈深渊, 不仅一言一行都要受日本人的监视,而且还要时时刻刻为自己的性命担忧,在东北的这几年时间里,溥仪的婚姻也受到了重创,宛容染上了鸦片,天天忍不忍鬼不鬼,后来精神失常,最后死无葬身之地,连尸骨都没有找到。 而文秀也与自己离了婚,谭玉玲被日本人害死,溥仪的身心在日本人的摧残下已经彻底崩溃,只求苟延残喘而已。 1945年日本战败,溥仪惶恐至极,他知道自己最大恶极,一心想要随日本人去日本,生怕日本人扔下他或杀了他, 但没想到飞机飞到半路上竟然被苏联拦截,溥仪被俘虏,后来溥仪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,经过长时间的改造之后,溥仪终于恢复了公民的身份,溥仪出语后与护士李舒贤结了婚,但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婚姻也是非常不幸的。 1967年,溥仪因换尿毒症病倒, 后因医治无效,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030分去世。 溥仪死前留下一个遗愿希望自己能够葬在光绪皇帝不远的地方,这个遗愿恐怕也只有将死之时才敢踢了,溥仪死后,按照溥仪的遗愿,溥仪被葬在清溪陵附近,离光绪皇帝非常近, 而溥仪墓旁边的婉容墓只剩下了一座衣冠中,岁月无言,只剩下了几行碑文在悄悄诉说住过往的历史。